我们这牛尾巴都是图在场新鲜现杀的 三个小时之前还是活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首创 我所知道的整个佛山只有两家 整个佛山 因为它是新鲜的 所以处理起来都特别麻烦 每一个都要这样去去忙 看一下这边停了一排的车 我们到它这个店里看一下 看这边 牛尾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整个的牛尾巴 这个食材很难取 很难取 那你们这一天能做多少个这样牛尾 9条到10条 9条到10条 那这个食材很难找到 那你们就是附近的屠宰厂去搜吗 都在抢货 像拍卖一样的 这个我要来跟我要 就在你们佛山是做 佛山东莞 东莞 像附近好几个地方 这个正常你们卖是卖多少钱一斤呢 80块钱一斤 80块钱一斤 现在牛肉都比较贵 特别像这种特殊食材 这个好漂亮啊 你看它这个是一层一层的 就那个树的黏龙一样 它很晋银剔透的 晋银剔透的啊 我们两个人 你们一锅配一锅好吧 好的 通常都是一斤牛尾 一斤牛尾 搭一下我们的牛栏或者牛杂 都是招牌 好的行 就按你们经常就是卖的比较好的 给我们搭一份 最好是搭一份瓜果拼盘在里面 瓜果拼盘 我的瓜果拼盘是我的特色 有无花果 有木瓜 有天山雪莲 还有就是板栗番薯 板栗吧行 所以维生素比较强 营养比较均衡 对 跟胶原蛋白的 还有这个八级 吐双 上桌了啊 我们的这个 它是事先要在那边包一下的 好好包有八九分熟 应该是差不多熟了 然后就端过来 然后刚老板奶油 我们介绍了这个真的是 维生素啊 各种各样的营养都有的 大补的东西啊 这个的话就是 鸡腰子啊 就是鸡腰子就是讲的叫做 公鸡蛋啊 真的大骨啊 我们今天来尝一尝 广东顺德的牛尾包啊 我们搞点他们这个酱料啊 我们看一下 它在好几 有九种十种的酱料啊 这种是小米椒 来点小米椒 来点这个青椒 它这是用酱油泡的 但是啊 但不要是醋啊 我不喜欢吃醋 这个是蒜银 哦 我就搞一些我自己喜欢吃的辣酱 我这个酱 好 我们直接端上去 看一下啊 它这里边的话 由刚刚现切的 现切的这个牛尾 你看中间是骨头 然后里面的话是四边有这个肥肉 有这个瘦肉 还有这个 有点类似于那个牛蹄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 它这个牛肉好大好大的 它煲汤的里边呢 还有这种是木瓜 还有牛鞭啊 里面还有牛鞭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是鸡腰子 无花果 呃 老板娘讲 它这个呃 放这些水果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更均衡一点 就是里面有纤维素啊 有VC啊 就这些都更均衡 跟这个呃 叫什么牛尾 牛尾的话就是营养更 平缓一点 就是适合男生吃 也适合女生吃的那种啊 看这个木瓜 大家都知道啊 它营养很丰富的 这个是鸡腰子 行 我们先来一下这个鸡腰子 鸡腰子已经下去 有几分钟了啊 好 再来一块牛尾 这个牛尾 真的 好漂亮啊 好 哎呦 然后把镜头拿近一点吧 我来到这边就听到他们讲一句话叫做 实在广东 位在顺德 实在广东 厨在凤城啊 凤城就是讲的这个顺德这个地方啊 顺德的话就是 嗯 几大厨师之乡之一啊 哇 这边真的很会吃啊 吃的 而且各种各样东西都有 猪杂 这个是牛尾 看 冒着热气 好Q弹那种 我先尝一口啊 哦 一口下去就感觉满满的酵润蛋白露 还有一丝丝木瓜那个香甜的味道 中间是骨头 牛尾骨啊 甜甜的回味 它里边还有无花果 无花果狗喜木瓜档 水果很有香味 中间是骨头 啊 找个碟子啊 我们调的这个酱啊 鸡腰子都是一些大补的 哇 边讲边流口水 你鼻血流水了 真的吗 真大补东西 我们的鸡腰子应该是有点阻老了 正常这种鸡腰子放进去之后 滚一滚就可以了 我们应该是这个 实际上稍微老了一点 嚼在嘴里边瞬间就爆开那种感觉 瞬间爆开哇 太过瘟了 我们再给大家找一个牛鞭 这里面还有牛鞭 刚老板娘我讲了好多 还有好几种的那种配料 看这个无花果 我们这些吃面也买准 这些瓦一勺吧 有什么就是什么了 无花果木瓜 这个还是什么大料 虽然煮了这么久 还有木瓜香甜的水果味道 这个应该是牛鞭切的 这个应该是牛鞭切的 切的片啊 好嫩好嫩这个 我来的 牛鞭果辣椒 它这个牛鞭 我感觉越往后那多的话肉越多 因为前面的话它里面骨头有 哦 看这个 整个全部是肉啊 这个 这个比吃猪蹄还要过瘾 无花果 嗯 牛鞭果里面还有那种籽啊 太好吃了 再来点 一整个牛骨 它切的还是很均匀的 每一个都是 是这么宽的那种啊 没想到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过 牛尾竟然还有这么大骨头 你看 梯子型的骨头啊 它这个 牛尾是 80亿级 以前没有买过 不知道这个价钱是 不过还便宜 但听到老爸娘讲说是 这种东西 很稀缺的 现在 是在从这个河山东莞 还有哪哪个地方啊 三四个地方 去收集这种牛尾 一天也才能收集到个 九条十条十根啊 稀缺货源 新鲜的 全部是新鲜的 我刚看到还带毛的 现场去 拔毛 哇 过瘾